那基改的話其實一開始很多人不接受 那我們上次也花了時間跟大家談 因為我說對很多事情我們有一些想法 可是我不想再擴張自己的影響力 特別是在一些不是自己專業的事情上面 但是我們上次稍微談了一點點 什麼大家對於基改這件事情 或者很多的議題 你有沒有發現 它不再是單純的科技或者是科學的問題 它會加上複雜的什麼政治啊 宗教啊 經濟啊 道德啊 法律啊 就會變得很討厭 那特別是大家對於這個基改的恐懼 那可能是因為在於不了解 那當然也有人的想法你也可以提過來 他就說開什麼玩笑 我為什麼要吃這個東西 它是個新的嘛 對不對 新的東西總是有一些我們未知的風險在裡面 那你讓我冒險吃這個東西 只是為了讓農夫投懶 這樣不對啊 對不對 你今天怎麼可以種植物 然後呢 你又什麼抗寒 抗汗 抗蟲 抗病 那這個東西 那是農夫你自己的cost 那是你自己的成本啊 對不對 你就是該付出這些東西 有蟲你就去抓 是不是 怎麼會用這種偷懶的方法呢 然後要讓我們危險 所以就有人不喜歡這樣 那當然有些人就說好 那他就噴農藥 我會抓蟲 這什麼世界 我還自己去抓蟲 那就噴農藥比較好了 對不對 那就是說 哇 這噴農藥就很麻煩 大家不覺得農藥是一個很怪的東西嗎 假設我是噴下去 然後把蟲殺死 那還好嘛 因為植物是植物蟲 是蟲 是很差別很大的生物嘛 可是你們知道還有殺草劑 我噴下去之後 我要把雜草殺死 可是我的作物不能殺死啊 可是作物跟雜草不都是植物嗎 是不是 就會有一點困難 咱咻好 大少爍 酸 雜草